很多东西讲不完的 只要那个 开关没断就行 就是说 如果你总结这个世界的 根本问题在哪里 或者包括中国 根本问题在哪里的话 很多人给出来的结论就是 人类根本的问题就是太穷了 太穷了 人只要富起来 人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的确我们对比30年前 40年前 我们现在是更富了 那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吗 好像我们的问题更多了 所以有的人说 人的根本问题就是人会病 人会生病 那么如果能够帮更好的医院 能够去治好更多的病人 那这个社会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不是根本的问题 不是根本的问题 包括人类根本上还有一个 就是死亡 所谓的疾病也好 苦难也好 晃难也好 说到底他就是死亡的先行者而已 他说到底就是一个死亡的前兆而已 就是你一个人病了 一个人痛苦了 一个人生不如死 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过 甚至觉得痛不欲生 本质上就是什么呢 死亡的权势 已经在你的身上插了他的红旗 那么你面对这个的时候 你要根本解决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罪恶 一个是死亡 人就两个 就是说一个好好的人 当他有钱就变坏了 就是你说哎呀 人根本的问题是穷 那好了 那你有钱了 有钱你会好人变坏了 那怎么回事呢 这是人的罪 因为每一个人生成次当中 都隐藏着一个东西 如果我有钱了 如果我要是有机会了 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老实说 你一说 其实生成次的人 隐藏着一个罪的东西 而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是从上帝创造人以后 从亚当放罪堕落 就祖祖辈辈就遗传下来了 我们今天不是先天心 遗传了一个疾病而已 我们是先天心遗传了罪 我们这个里面 骨头里面有罪 外在的环境当中有罪 人就更加的容易去犯罪 那么所以呢 圣经上讲出来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什么 罪人 而他拯救罪人呢 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 当当了我们的罪 而且把他的义给了我们 把我们的罪给了他 把他的永生给了我们 把我们的死给了他 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救赎 发生了这样一个交换 发生了这样一个奇妙的 爱的一个代价的一个 一个转成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呢 就是愿意把这个福音呢 也同样的 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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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